我分享的是那個今天的那個GTV寫作多語化的進度 那我也來分享一幕 有看到嗎? 有 有看到 有看到嗎? 有 有 那今天分別開工 然後因為我在Cover Japan那邊 那我同時也會講他們那邊做完的事情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今天有幾件事情 走有兩件啦 就是第一件事情是我們現在有一些現有的東西 那我們實際就是先把它 今天的話呢就是有就是 就是 今天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需要建立就是以後可以讓更多人可以一起來協作的一個機制 所以之後今天幫忙把就是在Hack&D上面加了有一個新的Tag叫Ice8N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 就會就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Tag 所以以後跟翻譯有關的就可以放到這個Tag上 還是翻譯機制 然後今天就是大家有先把自己的想法先放上來然後其實還蠻多的 是字號的想法是 字號的想法是 講一下嗎 字號也在嗎?我剛剛看 講一下好了 呃 然後最後就是 翻譯完成的 就是 呃 首先要把文件寫好 寫好之後 然後把它 呃 上面會有unique 的key 然後大家就可以開始在就是 Github上寫作 但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先寫的 所以我們之後可以再討論這樣子 然後 雨婷是直接今天寫了 新寫了一個東西 這句可以用來協助大家 請 Go first task 其實就很像是剛才講的事情就是 一開始都是要先原文然後翻譯 然後就是一直不斷重複就是 翻譯然後驗收然後push上去的這個過程這樣子 所以這個機制就是我們之後還要再繼續討論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呃 之前就是 每個專案是GIV獎注金 然後我們其實就有一個就是 呃 給大家的一個網站的template 所以就是我們 我有把這個抓出來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就會來討論一下說 其實大家之後再做專案可以就是用這個template去做就是專案的網站 這樣子自己 呃 Github或者是建立網站資料上面比較有 剩一分鐘 就是大家介紹專案會比較完整 而且具體就是 增進以後就是協作的方便性這樣子 嗯 所以呃我們之後會繼續討論機制的這件事情這樣子 嗯 嗯 我這邊分享到這裡 我這邊分享到這裡 感谢观看